你好 欢迎收看106年1月1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台东县政府从2011年首创了台湾热气球嘉年华活动之后 打响了东台湾热气球的观光名号 每年有将近百万的旅游人士来到陆野高台参加热气球的活动 而日前台东县长黄建廷和交通部观光局的局长周永辉 首度签订了热气球观光合作备忘录 并且宣布要联手打造欧雄造型热气球 而这支可爱又吸睛的欧雄热气球在今年将和大家见面 这场黄建廷县长成功打造台东成为热气球活动的品牌城市 每年的夏天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已成了许多游客来安排朝圣的旅游活动之一 黄建廷县长与公共局局长周永辉也在今年的12月28日 签署热气球活动合作备忘录 未来也将共同制作欧雄造型热气球及国际行销策略 好 我们现在请两位长官交换签名 台东县政府跟光局的合作 其实今天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过去台东县政府在推动热气球之后 我非常感佩黄县长带领我们县府的团队 能够无中生有 有中发亮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们把荣耀归于台东 我们也希望在过去的基础里面 我们国防局在为我们台东加码 希望能够用热气球飞向全世界 我相信我们这个热气球的欧雄 一定会穿上我们原住民的衣服 让我们原住民的缤纷的色彩 让大家看见 那么我再次也利用这个机会 谢谢我们新的团队跟我们光局的所有的团队 那么我们也希望透过热气球 我也请我们的洪东涛洪处长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当做我们2017年的一个重点工作 也是一个亮点工作 接着下来现在又有这颗欧雄 我想一定会让我们台湾的这个热气球的这个实力啊 更加坚强为我们将来推动台东的观光 增加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当然其他像有很多这个很多的企业 包括南山人寿也做了一颗南山球 然后包括像升恒昌等等的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因为实际上热气球的经营 要真的靠这个活动本身来主办单位要来获利 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它却带动了很多的民间的消费 让台东的这个整个产业经济可以发展起来 这个其实对地方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要再一次特别感谢周局长 我想热气球从某个角度看 给过去的台铁的周局长造成一些困扰 因为太火红了 台东的观光做得太好 让台铁买不到票这个问题 有点困扰 那今天的周局长可能会给台铁的新的局长 这个因为我们欧雄的加入 可能还要再让这个买不到票的问题 可能还要再压力再更大一点 不过我相信这个我们都会努力来克服 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台东来体验我们的热气球 记得它是365天 天天都可以自由飞 也利用这个机会 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新春愉快 谢谢 透过黄县长与周局长双边签订热气球活动 合作备忘录 未来除了将持续协助台东县政府举办热气球活动 县府也将积极行销 欧雄造型热气球 未来更希望可以看见台湾观光大使 欧雄造型热气球 在世界各地飞翔的身影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各位长官们 以及各位美女